鲜脆可口的萝卜花样百出 经过多重加工就能变身为酸甜爽口的萝卜泡菜 或是酥脆香甜的萝卜脆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甜面酱的甜味鲜味从何而来 看似简单的酱料调味品 却有着不简单的加工工艺 本期农广天地为您介绍萝卜泡菜 萝卜脆和甜面酱的加工工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萝卜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种植 虽然产量很高 但是收获的时间比较集中 储存的时间久了 又会出现康星抽台等问题 所以萝卜的销售价格一直比较低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 很多农民朋友在萝卜食品的加工上 做起了文章 拓展了萝卜的销路 提高了萝卜的附加值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 萝卜泡菜和萝卜脆的加工技术 萝卜泡菜是以萝卜为主要原料 以各种水果辣椒等为配料的发酵食品 萝卜泡菜 萝卜泡菜酸甜爽口又被人们称作开胃菜 萝卜泡菜中含有很多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乳酸菌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同时又是纤维素丰富的食品 萝卜泡菜 萝卜泡菜大都选用白萝卜为原料 这是因为白萝卜皮薄 水分大 而且味道甘甜 挑萝卜的时候 要挑选大小均匀 表皮光滑 最好是直深的萝卜 这样的萝卜更加有利于后期的加工 把挑选好的萝卜送入专门的毛滚清洗机 清洗机中有很多的硬质毛刷 在高压水泵的冲洗和毛刷的刷室下 就把萝卜洗干净了 白萝卜的皮不是很厚 但是带着皮制作泡菜的话 还是会影响口感 所以清洗萝卜以后还要刮掉萝卜皮 刮完萝卜皮 再把白萝卜放到清水中冲洗一遍 捞出来沥干水分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了 要想让萝卜泡菜尽快入味 就得把它们切成小块 一般切成1.5厘米到3厘米左右的方块 切块的时候大小要均匀 否则将来发酵的速度不一样 会影响泡菜的口味 规模化生产泡菜 对容器也有一定要求 萝卜泡菜分两步来进行 第一步 先用盐水腌制 盐水中使用的盐 要选用五点盐 而不能使用市场上常见的加点盐 因为加点盐会影响泡菜的发酵 腌制泡菜对盐水的浓度也有要求 最佳的盐水浓度为8% 在8%的盐水浓度下 能够抑制各种杂菌的滋生 同时又不妨碍乳酸菌的生长和繁殖 腌制泡菜前 先把切好的萝卜块 放到容器里 均匀的摊平 然后倒入盐水 盐水没过萝卜块就可以了 为了防止萝卜块上浮 可以用壁子压实萝卜块 为了缩短盐水腌制的时间 我们可以用保鲜膜 把容器封起来 这样更容易控制腌制容器里的温度 腌制过程中 容器里边的温度保持在10到20摄氏度 10到15摄氏度腌制3到4天 15到20摄氏度 1到2天就能腌成 腌制过程中 每隔12小时翻动一次 让所有的萝卜都能均匀的受到盐水的浸泡 翻动之后再重新压实和密封 萝卜腌制过程中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会取样检测萝卜的含盐量 当萝卜块中的含盐量达到4%到50% 盐水腌制这道工序就完成了 接下来 把腌好的萝卜块从水里捞出来 沥干水分后备用 腌制泡菜的第二步是制作各种调料 然后再用这些调料腌制萝卜 往往不同家庭 不同企业 这使用的调料配方呢 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调料主要有辣椒 胡萝卜 梨 葱 姜 白糖组成 下面我们看一个参考调料配方 每2000克萝卜块 使用红辣椒150克 梨100克 大蒜100克 姜100克 胡萝卜50克 辣椒粉50克 糖50克 当然了 调料的配方不是固定的 生产企业可以根据当地的生活习惯去调整配方 以适应这个地域人们的口味 调料配好以后 先把固体的或者是体积比较大的调料粉碎成浆 如辣椒 梨 胡萝卜等等 粉碎完了之后 再把糖 食盐 味精等调料 搅拌均匀 现在调料和萝卜块都准备好了 为了让萝卜块均匀入味 最好用搅拌机 搅拌均匀 调料与萝卜块的重量比 大致保持在1比4的比例就可以了 萝卜泡菜发酵过程中 温度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采用0到4摄氏度的低温发酵方式 在低温发酵过程中 萝卜泡菜中的微生物发酵 产生乳酸菌 酵母菌 和醋酸菌 这三种有益菌成为优势菌群 抑制了其他杂菌的生长 通过低温燕氧发酵 只需要4到5天的时间 萝卜泡菜就做好了 比起酸甜爽口的萝卜泡菜 萝卜脆是另外一种风味了 它是以我国传统的青萝卜为原料 利用真空低温油浴技术加工而成 由于它的口感酥脆香甜 所以取名为萝卜脆 与萝卜泡菜的加工方法完全不同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萝卜脆的加工 生产萝卜脆的原料主要为青萝卜 这是因为青萝卜口感脆嫩甘甜多汁 加工成萝卜脆不仅颜色好 口感和营养价值也都不错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农民朋友 是怎样挑选青萝卜的 它这个萝卜啊 尤其是那种喜畅 一把情况高度啊 就有278公分 将9辆都一斤一辆 这是最实际的 挑选好的青萝卜要进行清洗去皮 您看 在这个清洗去皮机里 上面的水管往下喷水 里面的滚刷不停的旋转 一会儿的功夫 萝卜上的泥沙和表皮就清洗干净了 大家都知道萝卜的头和尾两部分味道辛辣 因此在加工的时候 为了保证萝卜脆的口感 要将萝卜头尾给去掉 在这个过程中 遇到有空心的萝卜也要挑出 剩下的部分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切条了 萝卜脆有片状和条状两种 片状萝卜脆在运输过程中容易破碎 因此生产企业大多采用条状加工的方法 为了提高劳动效率 技术人员还发明了一个萝卜切条机器 一端是确定好粗度的孔洞 另一端是可以活动的推板 将萝卜放在其中 就这样一推 标准粗度的萝卜条就切好了 为了方便后期的操作 萝卜条的粗度最好在一厘米左右 含浸是萝卜脆加工的另外一道关键程序 就是用30%到40%的麦芽糖水溶液浸泡萝卜条 让糖分渗入萝卜内部 来达到改善口味的目的 处理时 先将麦芽糖浆倒入准备好的水中 然后搅拌均匀 将萝卜条倒入溶液中浸泡 糖液量要没过萝卜条 浸泡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小时 用过的糖液仍含有大量糖分 适当添加少量高浓度糖浆之后 还可以继续使用 不过由于糖液本身就是很好的细菌培养机 容易引起酵母菌的繁殖 因此糖液一般只能使用二到三次 瀝干水分后 分滩入筐速冻 滩筐厚度不超过八厘米 萝卜脆加工的核心技术是真空低温油浴 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在负压条件下 萝卜中水分的气化温度降低 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脱水 这个工艺最大的优点 它就是通过融 它是一个真空技术 它这种容器里边把它抽成真空 它虽然是有油 但是它有油的温度 它在这个六七十度 就可以达到这种脱水的作用 那这样呢就避免了这种高温又炸 导致一些这种窄物质 操作前将油浴框迅速的投入设备中 关紧阀门 然后调整真空低温油浴基 使真空室内的压力降至5000帕 然后把油的温度设定为60到75摄氏度 达到温度后 机器自动将带有萝卜条的油浴框落下 大约15分钟左右 这一框萝卜碎就做好了 真空低温油浴与传统的油炸相比有很多的优势 第一 油炸的温度一般为160摄氏度左右 而真空低温油浴的油温只有60到75摄氏度 减少了对萝卜营养成分的破坏 第二点 真空低温油浴的过程中 萝卜条中水分吸出速度很快 使萝卜条组织形成了疏松多孔的结构 从而更加的酥脆可口 脱油后的萝卜脆条要立即通过传递口进入包装间 包装间的环境卫生控制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执行 等萝卜脆冷却到常温时就可以进行分减包装了 分减时要依据产品的外观和规格的要求 剔除杂物 分几包装 这就是咱们生产出的萝卜脆产品 它依然保持着萝卜脆绿的颜色 并且口感酥脆营养丰富 所以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了解了萝卜加工而成的可口小食品 我们再来说一说一种特殊的酱料的加工方法 这种酱料咸甜适宜酱香浓郁 尤其受北方地区人们的喜爱 这就是甜面酱 这种酱料究竟选取了什么原料 又是如何加工出甜咸鲜香口的呢 甜面酱的加工是从选料开始的 选料是加工甜面酱的基础环节 加工甜面酱的原料有 食盐、饮用水和小麦粉等 其中小麦粉是加工的主料 那是不是随便一种小麦粉都能用来加工甜面酱呢 当然不是 生产厂家需要对加工甜面酱的小麦粉精挑细选 首先 小麦粉最好是高筋小麦粉 而且不能掺进任何食品添加剂 在日常饮食中 食品添加剂虽然能改善食品的色、香、味 但加工甜面酱时 它会影响甜面酱发酵的味道 甚至还可能影响加工过程的安全性 原料选定后 就进入甜面酱加工的第二个环节 蒸料 进入车间前 工作人员需要更换工作服务 严格按照消毒程序 小麦粉 称为面料 面料应是蚕豆形的颗粒 浅黄色 半透明 不散 不黏 有一定的弹性 含水量 一般为35%至38% 这样的面料正好适宜接种 接种是将甜面酱专用菌种与面料充分混合的操作 通过传送带将面料输送进鼓风机 鼓风机对面料进行鼓风降温 使面料温度降至35至40摄氏度 这样才符合接种的要求 接种前 需要事先在接种盒里放入甜面酱专用菌种 甜面酱专用菌种可以在科研院所购买 它的主要成分是米蛆酶 米蛆酶是一类可以产各种酶的菌种 它可以产蛋白酶 淀粉酶等各种酶 这些酶与面料混合后 就会发生神奇的反应 米蛆酶已被广泛应用于食品 饲料 酿酒等多个行业 面料经过鼓风机 被角龙送入区房的过程中 专用菌种从接种盒里洒落 与面料充分融合 接种环节便完成了 面料被运送到区房里的区池 将面料铺开 区池不宜太满 以免影响置区环节 智区是甜面酱加工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是利用甜面酱专用菌种 进行面料发酵的过程 这里要提醒大家 甜面酱专用菌种 可以在科研院所购买 它的主要成分是米蛆酶 米蛆酶可以产生蛋白酶 淀粉酶等各种酶 这些酶与面料混合后 就会发生神奇的反应 智区过程中 区房的温度 一般控制在30至35摄氏度之间 区房的湿度在85%以上 区池的温度 许严格控制在30至38摄氏度之间 智区时间 一般持续28至32小时 智区过程中 为了控制面料温度 同时为专用菌种分解输送 必须的氧气 需要对面料进行三个阶段的骨峰操作 和两次翻驱操作 用骨峰机对面料进行三个阶段的骨峰操作 第一个阶段是静止培养器 在智区开始8小时以内 每1到2小时骨峰一次 每次2到3分钟 第二个阶段是 剑断骨峰期 一般骨峰次数比静止培养器稍多 骨峰时间稍长 第三个阶段是 连续骨峰期 在12至32小时之间连续骨峰 经过三个阶段的骨峰操作 面料的大部分水分被蒸发掉 智区过程中 分两个阶段进行翻驱 第一次翻驱是在智区开始后 15至17小时 启动翻驱机 进行第一次翻驱 来回翻一次 第二次是在智区开始后 20至22小时 来回翻一次 翻驱是底下的面料翻上来 使面料更均匀地接触氧气 智区环节使面料发生明显的变化 由最初的黄色湿润有弹性 变为白色较硬的板结面块 此时的面料成为甜面酱成区 对成区进行水分和复合酶的活力等指标 进行检测 水分指标达到每100克 含20至25克水分 复合酶活力大于800克活力单位 就可以进行发酵操作了 将甜面酱成区运送至水域发酵池 加入13波每度的盐水 每1000克成区需要加入1至1.2千克盐水 发酵池的温度需要控制在45至47摄氏度之间 发酵池的温度对发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温度过高会使甜面酱产生焦苦味 过低会增加酸度 发酵分两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在发酵开始五天内 不需要对成区进行任何操作 成区会自然发酵 第二个阶段是发酵五天后 成区外观颜色变成黄白色 用手攥起来粘性较大 为了更充分的发酵 需要用搅拌机搅拌成区 第一次搅拌 发酵池底部的成区被搅拌上来 与上面的成区混合搅拌后 能够散发出一些酱香 以后每天搅拌一次 持续约20天 当整个发酵池内僵体细腻均匀 颜色红润 酱香扑鼻时 发酵过程就基本结束了 发酵环节最终使小麦粉 彻底改变了本来面目 变成了红褐色的甜面酱 甜味、鲜味等味道 弥漫在发酵车间里 那这些味道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在发酵过程中 专用菌种分解产生各种酶 其中 淀粉酶促使面料中的淀粉分解 主要产生玛芽糖和葡萄糖等物质 甜味就来自于它们 蛋白酶促使面料中的淀粉分解产生蛋白洞 多态及多种氨基酸 鲜味就来自于这些物质 就这样 散发着浓浓酱香的甜面酱 就加工出来了 萝卜的花样大变身 小麦的神奇变化 为我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饮食世界 当然这里面所用到的科学的加工方法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或许今天的节目会给很多人带来灵感和思考 自己是否也有条件尝试这样的加工呢 也期待大家能有所收获 好了本期农往前提到这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更多的内容或信息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